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在支付宝免费领取红包的办法 首先我们要复制一串文字 然后打开支付宝 打开之后它会弹出这么一个对话框 提示我们收到了红包 我们选择去看看 因为我之前领过一个红包 现在还没有用 暂时还不能领取新的 那我们点击查看红包来看一下之前领到了 这就是之前领到的红包 我们打开看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使用说明 这个红包你不能用于提现 只能用于在线下对商家进行付款的时候使用 你可以把一个红包分为多次使用 也可以把多个红包叠加在一起使用 这个都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红包只有三天的期限 如果三天之内你不用红包的话 红包里面的钱就会自动清零 而且红包只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使用 最后一点刚才已经体验到了 就是如果有红包还没有用完的话 不能领取新的红包 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收红包的方法 其实如果发红包的话不但不用你花一分钱 而且赚的比收红包还要多 发红包的方式其实就是让我们把文字的口令通过QQ 微信或者微博等方式分享出去 一旦有人通过你的口令领取到了红包并且使用之后 系统会同样的给你发一个红包 而这个钱是直接进入支付宝的余额账户的 你可以把它提现到银行卡 也可以用于转账购物等正常消费 现在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发红包 首先我去复制一下我之前发送过的邀请链接 来看看我的红包发送情况 大家也可以这样操作 复制文字获取到进入红包的链接之后 从而来邀请别人 首先我们来打开微信 关注Y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发送本期的暗语 美丽的情音就落在我身旁 美丽的情音就落在我身旁 然后把这段文字复制下来 直接打开支付宝 现在又谈出了这个对话框 我们再点击去看看 这个已获得红包的意思就是 有多少人已经领到了红包 并且已经成功消费了 现在已获得红包里面的钱 就是已经进入了账户余额里面的 而这个红包在路上是有人已经领了红包 但是还没有消费 目前邀请失败的是零个 也就是目前还没有失败的 好 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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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